自理行间充满感恩 这封信出自日本人白景良一 去年9月他的儿子白景宽之 骑自行车在太鲁阁遭遇落实 不幸往生 不过父亲感受到了花莲民众的关心 在听闻地震讯息后 特地捎来这封信 地震当时 东区紧急医疗应变中心立刻启动 花莲市区四家急诊医疗院所 透过中心人员和系统互相联系 才能顺利地度过这次大量伤患的救治 其实我们的人数并不多 我们就是六位勤务员 再加上两位助理 那事实上这个简讯一发出气 就全员就找回了 医疗紧急应变中心 这次成功救灾的经验 也吸引日本官方派员来取经 对于细节 他们一一地都来探讨 该怎么与地震和平共处 不只是台湾与日本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造成的灾害医疗应变 也期待双方互相交流 建立更完善的救治制度 台湾也要接听和韦婷 问过家 花脸报道